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有梦想在你眼里就那么不切实际 你那么不相信我 你觉得我就什么都干不成吗 我年轻 我有能力 我相信我可以 可是他就是不支持我 我也没说他干不了 就是因为他一个女孩子 因为现在大四轮要毕业 我就想着他回老家 找一个幼儿教师的工作 和我一起就是红河的 不想刘大理想回红河 你的想法是这么个想法 对 然后等着我毕业了 我俩一起 因为父母也在旁边嘛 就照顾父母什么的 挺好的 然后他就一直想着去外面打拼 都在云南 怎么就叫去外面打拼了呢 因为主要是我家庭的一个原因吧 因为我父母分开了 我也不能走太远嘛 因为要照顾他们 明白了 我就觉得他这个人吧 应该要有一点目标 有一点理想 他吧就是太安于现状了 主持人 他的那种思想 特别不能理解 就特别像老年人似的 就想着啊 我泡杯枸杞水 然后坐着喝一喝茶 然后去打打太极 长命百岁 这样就OK了 这一点目标都没有 不可以吗 不可以吗 我那有枸杞水 不可以吗 对 老年人 你说 这可以就是 是是是 不可以不可以 他这么年轻不可以 对啊 就是他想过安逸的生活 我也知道 我理解 可是平稳是需要有保障的 那保障是得去打拼的 是不是 他就什么都不想 就想着啊 平稳就好了啊 啥也不去想 他是把刺到你 对 然后他都分场合 但是我很多朋友那边 就直接就那么说我 就感觉我特别没面子 就